在农村流传下来了有许多的俗语,当然一些覆盖了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,也影响了人们的衣食住行。 不过俗语分为很多种,有关于天气的,有关于生活的,有农业的,还有数字的等等。 当然这形形色色的俗语中,有的只是一种寓意,有的指导我们生活,当然还有一些封建迷信思想在里面。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这句俗语,难占三八笔伐,语占三八笔伐。 古人对于数字是非常敏感,又非常重视的,比如天干地支。 老祖宗认为天干为始,地支为十二,而天干和地支组合就组成了六十个数字,而我们的年龄就在这六十个家子年之内走也走不出去的。 还比如十年一大运,老祖宗认为三是而立,四是而不惑,五是而知天命,六是而顺,七是而从心所欲等等。 所以每过十年,就有一个大运发生,这也叫做十年的成长。 还有特殊的一些数字,在农村里,常有这样一句话,七是三八是死,眼网不叫自己去,还有人过五十五,必是一道剑等等。 当然这男战三八必发,女战三八必寡的俗语,既然存在,也是有一定的道理在里面的。 其实俗语里的三八二字,并不是指现代的三八妇女结,也不是现在贬低人的词语,而是包含了一个故事。 相传在宋朝的时候,有这样一位女子,她非常的漂亮,身边不乏追求的人,包括富家公子,风流才子等等。 但是不知道是何种原因,这位女子,名字叫缺叫做生章八。 或许是追求的人多了,生章八也变得沾沾自喜,甚至连大男子都要对她礼让三分。 当然,在北宋的时候,也出了一位大才子,叫做魏也,而魏也有一个绰号,叫做赎魏三。 不过和生章八相比,魏也才是真正的学父武车,而宰相寇准,也经常宴请魏也,到自己的府里一叙。 当然,生章八早就听说了赎魏三的大名,于是就想见见她,赎魏三也答应了。 不过在见面的时候,魏也却发现生章八,并不是真心想比诗才艺,而是充满了挑衅的意思。 于是,魏也便自嘲写下了这样一句诗, 意思是说,你是北道的人,而我是西州的人,我们本身就不熟,就不要相互挑战了。 不过,淑魏三写这句诗,却有其他深意在里面,毕竟生章八是青龙女子,而淑魏三则是大才子,所以也有有了道不同,不相为谋的意思在里面。 当然,上述不过是三八的来历,其实苏与三八,却有不同意思在里面的。 一,南战三八必发。 当然南战三八必发指的是农历三月和八月出生的孩子, 也指的是每月初八、十八年八出生的孩子。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? 我们老祖宗认为,人刚出生的时候,其出生的年、月、日、时就决定了,所以这也被称为生辰八字。 当然根据古书周易的说法,一年分为十二个月,为四季,其中正二三月为春季,为木,四五六月为夏季,为火,七蛙,九月为七季。 秋季为金,时,冬,腊月为冬季,为水。 当然在这十二个月中,农历的三月和农历的八月的,节气特点最好,这时候也是不冷热的,起春天和秋天的味道最浓。 因此也就有了三八月最好过的说法。 当然也有五一假期和国庆假期,都在这两个月是非常适合外出交友的。 也正是如此,出生在这农历三月以及农历八月,这两个月的孩子,在不冷不热天气下,是很容易正常成长的。 尤其是在缺衣少穿的古代,更是如此,因此也被老祖宗认为是有福气。 当然,老祖宗还认为,如果出生在农历初八、十八、念八出生的孩子,也是被称为三望的日子,也就是月圆的日子,因此同样有祥瑞的寓意在里面。 所以这三个日子出生的孩子也是非常好的。 二、女站三八壁挂。 当然,这里女孩子站的三八,并不是农历三月和八月,也不是指的每个月的初八、十八、二十八这三个日子,而是指的女孩子的年龄。 我们都知道,在古时候女孩子结婚是非常早的,比如说,古时女孩子十五岁的时候就可以行计纪礼了,寓意着已经成年,而不是现在的十八岁的成人礼。 当然,女孩子行计纪礼后,可以称字,即正式给她取一个名,并且把头发拢上,暂次插住,以保持不下滑,以寓意着大家闺秀,就可以带字闺中,等待嫁人了。 不过女孩子在十五岁行计纪礼后,其称字就可以和婚姻建议在一起了,在家等待着没人来提亲,如果没有人来提亲,等到二十岁以后,就成了老姑娘了。 当然,这里的三八,指的则是三个八岁,就是二十四岁的年龄,因此在古时候,如果女孩子年龄在二十岁都成了老姑娘,更不用说二十四岁了,于是就有了女战三八壁挂的说法。 岳王勾建曾言道女子时期不嫁,其父母有罪,男子二世不娶,其父母有罪,自己不嫁人不娶妻,还要连累父母入狱。 汉朝时期,女子十五岁到三十岁之间没有嫁人的,就要罚钱,数母为六百钱。 西晋时期,女子时期,父母不嫁者,使长力配之,也就是说到了十七岁还不嫁人的女子,朝廷就要命令官府为这个女子挑选另一半。 在战国时期,有一个专门管理男女婚嫁的职位,梅氏。 这个职位就是相当于现在民政局办理结婚证的工作人员。 但是在古代梅氏,还可以为丧偶的男女牵红线,如果梅氏,在一定时期内没有一定的业绩,也是会被朝廷处罚的。 在汉朝时期,朝廷还专门未到了年龄,没有娶妻,或者没有嫁人的男女定期举办宴会。 这个宴会所有单身的男女都必须到场,否则也有一定的惩罚。 由此可见,古代的朝廷为了男女的婚嫁,可真是费尽了心思,规定年龄,惩罚措施,设置官职,举办宴会,没有一点是不为了单身男女考虑的。 这样要是还不嫁人,就有点对不起朝廷的苦心了。 不过,朝廷之所以会这么重视男女的婚嫁,是因为人口问题,一直是各个朝代都比较重视的,人口数量,是一个国家城市繁荣的根本。 每个人所叫的赋税,则是一个国家经济的重要来源,在征兵时,每个家庭出的人员,又是一个国家军队力量大小的保障。 在古代经常会有战争的发生,战争的带来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,战争的年限又是不确定的,少则几十年,多则几百年。 而古代的医疗水平没有现在这么发达,人们的平均寿命都在四五十岁,在战争年代寿命就更短了,很少会有高寿的人存在。 再加上人们对自然灾害的抵御力较小,在碰到自然灾害的时候,就会用更多的人死亡。 面对如此大的人口流失,国家只能实施强制性措施,不结婚的就急于处罚,以此来保障人口数量的长期稳定性,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国家的发展。 但是,朝廷也不止会有处罚,还是有一定奖励措施的。 唐朝时期将婚嫁,作为官员选拔的加分项,宋朝时期,朝廷对怀孕的女子也会有金钱的奖赏。 所以,男战三八必发,女战三八必挂这句俗语,放到现代社会就已经不适用了。 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中,需要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,看待各种文化传统,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,一些传统观念,已经与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。 对于不适用的俗语和观念,我们应该大声反对,并积极倡导性别平等,尊重和包容。